五顏六色的指甲 有可愛風 華麗風 以及適合夏天的裸色 浙江藝屋是生產美甲的大本營 全球市場規模 上看2600億人民幣 相當於1.1兆新台幣 目前的話 全部是白班晚班的都在生產 今年的話 我們還要繼續再加把投入 傳產業景氣回神 高科技業同樣觸底反彈 正在熱鬧展開的廣交會 向來是大陸進出口風向球 各種新科技讓人目不暇忌 這是一款可以調節彎曲程度的屏幕 我們在看電影或者看電視的時候 一般選擇把它調成平面屏幕 需要營造一個沉浸氣氛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調整成一個曲面屏幕 還有這款智慧泳池清潔機器人 不需要將泳池的水全部排空 能一邊清潔池底 牆面水面 同時過濾水質消毒殺菌 在新產品帶動下 大陸出口強勁 激勵今年第一季GDP成長率為5.3% 比各界預期來得高 另外首季失業率5.2% 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.3%的百分點 但令人擔心的是今年高校畢業生 多達1176萬人續創新高 就業問題火燒眉毛 同時大陸房地產開發投資 增長率為負的9.5% 隱憂還在後頭 外部的形勢仍然是複雜嚴峻 國內正出的結構調整 轉型的關鍵階段 今年大陸兩會定出 全年GDP增速達5%的目標 外資高盛花旗也錦上添花 紛紛上修全年估值 但歐美持續貿易圍堵 對大陸而言仍是不可承受之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